第九百三十一集 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 而动作不衰 皇帝口中的上古到底有多么久远 对于金人来说 皇帝为四五千年前的古人 已算是上古之皇 他在感叹的上古又是怎样的一段时期 古中国到底湮灭了多少往事 很有可能有一部浩瀚的古史臣 封在了岁月当中 何时才能够揭开呢 叶凡一阵思索 悠然神亡 狭死无险 在这浩大的星域中 到底有多少颗有生命的古星 古中国所说的那些星宿 是否为一种启笛 代表了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呢 地球 萤火 紫微 一颗又一颗古星 哪里是起源 哪里又是终点 这条古路到底有什么意义 它要联想何方 是怎样一个所在 九龙拉关 是战死回归故里 还是在漫无目的的旅行 五色祭台 九龙横渡黑暗 与冰冷的天宇 不知源头 不知前路 它在接送谁 有朝一日 还会启航吗 叶凡一阵头大 无银的星域 一颗又一颗古星 古路联想何方 它与磅礴面面相去 想到了很多很多 这颗古星绝非终点 很有可能只是一处驿站 想要前进 想要回家 唯有超脱出去 只能不断变强 才能离开这个世界 不然如困隆中 浩瀚宇宙 无银的星空 到底有着多少秘密 仙秦炼气势离开了地球 走向了哪里 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也没打算 去跟那些古贤凑热闹 回家才是正途啊 如今 他们就算有内心念头 也无用 想要进入星域 最起码也要与 远古圣人并论才行 不然只能依靠五色祭坛 也许 还有其他新闻 不一定只有 荒谷禁地那一处祭坛 我们想要回家 需要多了解这个世界 极好月 以天眼神术推算 将两块烙印看了个遍 也一无所得 这是神体特有的天赋 于战斗中有大用 最终 他们离开了这里 向前走去 那个干涸的湖泊 有迷雾生起 看起来不远 但却难以接近 叶凡露出惊涩 很不简单 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 但是却无法过去 特意准备了一些材料 都是可以破虚网的阵纹 想破开试试看 李黑水说道 江淮人 吴中天 柳寇他们出手 将一些星辰石 窟窿木等寄出 填在石林前方 置进湖中 烟水缭绕 不见减弱 随着几人靠近 却更浓了 只有一个水袜的干湖 渐渐起了大雾 将整片石林都遮拢了 庞博猝眉 不行啊 跟上次一样 没有办法通过去 物碍很浓 很快就将这里淹没了 让人迷失 不便东南西北 他们不得不退后 此地很古怪 他们抓住一只毒狼 赶入迷雾中 几乎一瞬间就化开了 人间蒸发 骨肉不存 很是可怕 这个地方还真是有古怪 他们寄出法宝 不久后 也发出碎裂声 毁于雾矮中 难道真的是化仙池 叶凡怦然心动 若是仙池 他将有莫大的机缘 他已经干涸了 成为了一个小水袜 如果有仙真的话 可以轻易发现 于渠道寿中 释迦牟尼 老子都来过 说不定 真的就是亲领仙池 为清帝诞生帝 从太古以来 仙池中沉入 也不知道多少神物了 相传 有碎裂骑道地兵 有仙宝 姬子月知道的很多 漆黑的眼瞳 闪动灵晦之光 都别轻举妄斗 让我仔细看一看 叶凡退出 在雾矮外远观 这片山石 石林丛生 绝壁凌空 干涸的湖泊附近 少有绿色植被 周围的山峰 生机旺盛 这个地方很不一般 我怎么越看越觉得 眼熟呢 他咕弄了起来 没有人打扰他 因为都知道 他得到原天师的传承 杜卫山川地势的研究 堪称权威人士 这是 登仙帝 叶凡心中矩阵 这语言天书 所记载的地势很像 联想 奥妙莫测之地 其他人都吃惊 光听名字就知道 绝非凡土 肯定有无比神异 多半临近了化仙池 顾名思义 这是天下罕见的庙地 联想一方仙徒 途中艰难 必有大险 在原天书中有记载 登仙路只有传说 却不曾见到 连几位原天师 都未能有幸目睹 只是推测出了 这种地势而已 在这秦岭中 有这样一条路 毫无疑问 是指向化仙池 所谓的登仙路 原地一定是那里 容易通过吗 江淮人问到 很是稀计 就此一生 相当于闯死关 很难过去 叶凡说道 这比之东荒的各种 绝地不遑多嚷 这难道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 前方可能是化仙池啊 自太古一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 仙真碎块等 沉了进去 登仙帝 光从名字就可听出来 绝对是一条 横断诗人 前路的可怕地方 不然所有人 都登临过去 还算什么仙帝啊 可以一事 而今他自动出现 应该是危险 降到了最低 有不少希望 登仙帝 平日间根本不可见 常年隐于虚无中 唯有修成天眼的人 才能见到 但却也很难 他每隔上万载 或许才会重临尘世间 化行而出 这时才能被世人捕捉到痕迹 亏出一二来 叶凡终于知晓 化仙池为何无人可寻到了 一万年才遗险 处在虚无中 根本不属于红尘间 名副其实的先帝 几乎是从另外一个世界 降临一样 这也是机会 不然若是正常情况下 即便偶然以天眼捕捉到其宗 也根本走不进去 九死一生 每当他自主降世时 就会无险削弱 不是那么的可怕了 若是手段高超 当可通过去 吃一件远古圣人的兵器开刀 应该能够走进去 除此之外 就没有办法了吗 庞博很是不甘 哥哥 你去跟圣主禀明 一定能供请出一件圣兵来 姬子月扑闪着大眼睛 咱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这个地方平分 要是把你们家族那帮老东西请来 我们也去请各位大寇爷爷 真要惊懂姬家 他们几个小土匪肯定得跑路 就是将他们的爷爷请来 也得拎着吞天魔馆才行 先不要着急 我可能尝试打开一条通路 依照原天书记载 他观察周围的山川地势 感受这里的世界脉动 不断的推演 在地上刻出很多圆天纹落 好久之后 叶凡站起身来 一步一步向干涸的湖泊走去 在其脚下自动浮现 圆天纹落 如一片片星雨在闪动 叶子 你有把握吗 不行咱别去了 磅礴劝阻 怕他出现危险 放心吧 我只是试探呢 绝不会让自己陷入险境 你要小心哦 千万不要逞强啊 姬子月小声叮咛 皱了皱翘鼻 挥了挥雪白的掀手 小医子 千万有消息 李黑水几人也提醒 不多时 雾矮中传来叶凡的声音 让几人进去 他初步判断此路可行 大不了还可以退出来 磅礴 姬子月几人都进入了雾矮中 如斩在云端 大量四周 大雾很浓 相对而立都不可见 很识诡异 总让人觉得不安 叶凡脚下 怨天纹落闪烁 繁复悬傲 与大地脉动合一 获取想知道的路径与秘密 几人紧跟其后 深一脚前一脚的前行 内心紧张而又激动 毕竟是在逼近传说中的话先迟 清帝的诞生地 绿铜块正沉浸当中 究竟还有什么 没有人说得清 给人以无尽的期待